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良大家庭的家人们 大家平安 我是立方传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辛亥捷运站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山庄2.0整建的工程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九个月 我们的老朋友山庄现在长的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好久不见的山庄老朋友 我们现在进到了这个工程的工地当中 我现在所占的位置就是 从前B1的这个功能教室的长廊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地方本来有很多墓区的办公室 祷告室 我身后其实就是受洗池的位置 接下来将打通这几个长行的教室 成为导播室 将来所有的画面都会从导播室 传送出去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前进主会堂 来看看主会堂长什么样子 我现在所占的位置呢 我现在所占的位置呢 是过去在B1空台的位置 大家还记得吗 那么未来我们B1空台会设在什么位置呢 这里就是未来的空台 先前在我们山庄整建工程幕后计划中 信中牧师有跟大家提到过 未来我们的主舞台将会很不一样 整个舞台会转90度 之后大家走进会堂的时候 会看到整个会场是长方形的视野与座位的配置 现在大家看到前方三公尺高的背板 就是未来舞台的LED墙 目前看到的骨架已经完成 只是还没有装上LED灯 等到天花板补墙刚良 舞台登具的工程完毕后 哇一公尺高的舞台 在未来的聚会 一整排的荧幕是不是非常有气势呢 目前大会堂的工程 还继续的在向前推进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还有音响设备的工程需要确认 当然还有LED墙的工程 以及网路电子的工程 舞台登具的工程 包括摄影机的设备 隔音音场的设备 还有天花板地板的铺设 都需要向前推进哦 那我们邀请家人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祝福所有跨领域的厂商 以及我们教会的团队 有美好的沟通 在工程上更加的有效率 我们邀请所有的家人们 一起的来带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着这荣美的家 你所居住的圣殿 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将这里的工程 所有的推进 都交在您的恩手中 求神祝福所有施工的人员 他们出入的平安 祝福工程的顺利 更加赐给教会团队 以及整个灵粮大家庭 充满了祷告的托付 一起透过祷告 来尽力神荣耀的工作 我们同心的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鼓励各位家人 可以到同心建造的官网 领取我们的代导信 也邀请大家追踪 我们台北灵粮堂的 Instagram 跟Facebook 我们会为您更新最新的消息 Let's Build 我们继续同心建造 周拔啊 要戴安全帽呢